我没有哭,你今天是不是订婚了? 曲部歌来了,你还问我 开心到哭了,我刚刚在让你开心的哭了,我知道你 对,我很开心,我很开心好吧 对,好,你也开心就好,你开心的话,你也曲部歌也开心 真的,你开心的话,你曲部歌也非常开心 今天你那个订婚,真的挺开心的,真的 你们那个,今天那个订婚的话,那个日子的话 是不是选到几号呀? 那个日子的话,那个好日子,结婚了,结婚了 我想把他们挂了,行不行? 支持我,把他们两个挂了的,扣个衣服 什么叫把我们挂了? 我们,我们是来祝福你的,怎么是 啊,你疯了,你疯了 啊,我,啊,我们来为你,为你 庆祝一下,为你高兴一下 不要说话,家人们,你们觉得 我把他们两个挂了,你们同意的,扣个衣 哦,那么多家人们都支持我是吧,那好的 那个,爱曲部的家人们,你们,呃,今天阿美订婚了 明明知道我,他们明明知道我现在什么状态还这样子 我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我不接了,我不接了 还有很多人都说,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订婚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出来 没办法真的,可能你们很多人都说我没用 可能很多人都说我太没用了 太不坚定了 很多人都说我就是 啊 12年代了,还包办 其实这个不是年不年代的问题 本来我,我家妹,你们,真的,你们 就是,晓晓今天高兴了 可能是她觉得 可能晓晓是觉得我那个 相亲对象是真的 好 她才会高兴的吧 她应该是觉得人家条件也不错 人也没怎么 人也不怎么 不怎么坏 所以她才会开心的吧 无用 我知道我没用,但是真的 我也不想 不是我也不想 我感觉我还是认命吧 我感觉我还是认命吧 打电话给王菲 你们觉得我现在打电话给王菲哥干嘛呢 我出去,我去哪里呢 家人们,我去哪里呢 我不是没有主见 我真的不是没有主见 我真的不是没有主见 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子 你们肯定 平时 平时我都是很坚定很坚决要退的 还有 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要陪我 一起面对退婚这件事情的 但是 我 我就这两天我没有直播 也没有跟大家 跟大家说 我就自己去了 我就自己解决了 因为我本来以为我妈妈回来 我以为我妈妈回来 我会 更好,妈妈好好商量 我以为我妈妈会站在我这一边 但是真的 小小一直连往我的网络都卡了 就是 刚才跟你年迈也主要是想祝福一下你 你怎么给我们挂了呢 祝福我 对呀 那我是不是要谢谢你 你不用谢谢我呀 这不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吗 要订婚 对吧 那我肯定 你自己做的决定 我肯定祝福你呀 支持你呀 对不对 那祝你幸福啊 那祝你幸福啊 阿妹 呃 你们有没有确定哪天结婚啊 啊 有没有订结婚的日子 问一下 喝杯洗酒杯来喝 你跟祝福不是更了解吗 知道的更多吗 我不知道呀 他知道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吗 我又没我又没在这上面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你有没有选日子啊 啊 你问这些干什么 我 作为朋友我问一下呀 不可以吗 现在先问一下你结婚的日子 都不行了 作为朋友 家伟小小说跟我做朋友 那你跟我妈妈关系 是那么好 我看这几天我妈跟你走得挺近的 你怎么不问我妈妈呢 啊 这两天 你对我妈妈挺好的呀 我妈妈对你也很好啊 那因为是你妈妈嘛 我肯定 我肯定对你妈妈也好呀 对不对嘛 嗯对 我感觉你对呀 我因为 我感觉你 我肯定要把你的 我肯定要把你妈妈当成我妈妈呀 对 对她好不是应该的吗 为什么说跟我有关呀 不是 阿梅你这么说的话 大家又说是我逼你的 你能不能给粉丝说一下 又不是我逼的你 又不是我逼的你 是你自己愿意的对不对 为什么你直播间的家人们都说 都说是我的问题呀 我们说是你 你给他们说 他们说说了呀 说我 什么我搞的鬼 怎么怎么的 怎么 难道你 我妈妈说了很多 我妈妈才会对我这种态度吗 不是 你又在直播间乱说什么啊 你们能不能让 给他们说清楚 不是我逼你的 对啊 是你自己同意了的好不好 是我自己同意的 是你自己妥协了好不好 对啊 是你自己妥协 他们还一直说我搞的鬼 你不要说那些让人误会的话行不行 让大家都以为是我 我做了什么一样 你要不想嫁谁能逼你啊 给我妈一笔钱 这个我不太清楚 反正 我觉得啊 我不知道什么什么 反正我感觉我妈跟小小关系挺好的 你说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吗 没有啊 我只是说 你我妈 你跟 不是啊 你说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跟你妈关系挺好的 对啊 挺好的 那怎么了呢 没事啊 那意思就是想表达 意思是想表达 我又 我又在虫中做怪了呗 你又想说我虫中做怪了呗 没有说你怎么了呀 天呗 我今天到来搞这些语言艺术啊你在 你在搞什么语言艺术啊 你没有说你没有说 小小小你说的已经够多了 我不想 直播见那么多人的面 我说什么 我真的 现在事情啊 现在婚姻 你已经什么都说了 你还不想说什么 你还不想说什么 能不能不要这么装啊 日子也全好了 婚姻也已经定了 我说再多也感谢不了什么了 所以我感觉我已经妥协了 我也不想说什么了 对啊 你妥协了是你的问题啊 又不是我的问题 你能不能就不要在那说什么 在那误导粉丝说什么 我跟你妈妈关系好啊 那你自己妥协了就自己妥协了 行不行 我妈妈又一回来 那法又怎么了呢 你自己妥协了呀 那早了又怎么样嘛 对 就是你意思是我这些都不能在直播间说了 对吧 你就怕他们 我不是说你不能说啊 只是你偏偏要在你自己订婚了 你自己妥协了 然后你又来拿这些事情来说 我没有 那你有本事的话你就不要妥协呗 是你先说的 我说小小什么了吗 我只说我 我跟你们讲 前天我妈妈一回来 我不知道她们怎么知道的 只不宜把她拉到这里来 然后后面我妈妈跟她聊 也不知道聊什么 后面我 反正事情就是很很复杂 我只说小小跟我妈妈关系挺好的 我感觉我妈妈 对啊 但是你是她女儿 又不是我是她女儿 后面就跟她一样 一直无论我怎么求怎么说 也不行 后面还 还说这那的 后面我 我也没办法 我也不是没办法 什么都是没办法 你自己的问题 你在那没办法 没办法 嗯对 是我自己的问题 又想怪到我身上 又想怪到我身上 又想让大家都来骂我 你 我什么时候 你是不是又想说 你又想来骂你了 我要是真的想骂你 你上一次说这个门的事情 就大家都骂我小偷 这下你又说订婚的事情 然后又说是我的原因 那你不要做那些事吗 你又让他们来骂我 谁都能看得到 不是 我做了什么事吗 就你赞娘 你做的都是好事 我没有说我做了什么 我没有说我做了什么 你自己跟别人相亲同意了 然后呢 还在直播间 跟别人跟人家王飞哥 搂搂抱抱的 你自己想一下 你做的都是好事啊 还有你 搂搂抱抱 你说 你不是说 没有搂搂抱抱吗 有女朋友吗 人家女朋友也没说什么呀 那你还跟 你又有 你又有相亲对象 相亲成功了 人家王飞哥 又有女朋友 然后你们俩还在直播间 搂搂抱抱的 啊 你还在说不认识我 我还不认识你了呢 还笑那么开心 哇 而且你不是说 你要等王飞哥吗 怎么这下又要 又要订婚了呢 装什么装 装了 我装什么了 我装 我怎么就装了 你就是装 你就是装 我今天 你还给王飞哥打电话 在这卖残 说我们欺负你 怎么怎么样 叫王飞哥早点回来 自然现在知道王飞哥不回来了 你又要订婚了 王飞哥打过电话了 小小你不要无力取闹 我今天星期真的很不好 我没有无力取闹 你今天订婚你还心情不好 今天去阿美家定位 就看到阿美直接开心都哭了 我 开心了 他开心了 我看到阿美的眼神 看到阿美的表情 看到阿美的人 都是感觉非常开心 我都为他开心 他开心 我